第三题有关于保险师的叙述何者正确 A保险师是高溶点的金属合金线 这是错的 因为保险师要能够容易溶化 所以要容易熔断 所以它应该是溶点低的 电阻稍大而溶点丢的我们的合金 所以A是错的 B保险师通常跟电源的地线串列在一起 这个也是错的 因为我们保险师是要能够保护 我们的电器不受到过大的电流的影响 所以它要接在有电流的那条线上 而有电流那条线是火线而不是地线 所以B是错的 B保险师熔断之后可以用铜线取代 当然也是错的 因为铜线是溶点高的 它不会熔断 它不熔断的话 就没有办法达到保护电器的目的 所以B是错的 所以我们答案只有C是对的 保险师熔断后必须要更换保险师 而且是要更换同样规格的保险师 电器才能够运作 因为保险师一旦熔断之后 电器就成为断路 就不是再是通路 就没有电流就不能够运作 所以必须要更换同规格的保险师才能运作 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C 保险师熔断后必须更换保险师 电器才能够继续运作 我们下列叙运作